为什么只赏赐你一个人 我根本就不想要这些赏赐 还有 跳舞的时候 他那双眼睛一直都盯着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狐族本来就是高贵的血统 再加上飞鸾是九尾狐和族长的后代 天姿优厚 和你比啊 当然是云泥之别了 你什么意思 你一直说我是泥巴 这还用问吗 就算我是泥巴 可你不是九尾狐吗 我怎么没有见到 你得到陛下的目光和赏赐啊 还有啊 姥姥是派妹妹和我 这只黄幼初使入宫的 而不是自命不凡 高高在上的你 你说的可比唱的好听啊 你进宫不久 皇帝就死了两个 你都做了些什么呢 原来你的任务 就是给他们出兵送葬的呀 天要下雨你要嫁人 他们死快我有什么办法 我现在的目标是李寒 要不是你今天来捣乱 我早就把它成任务了 你自己想死啊 就不要连累我们飞鸾 你以为你屏住杀器 就不会引发真龙之气了吗 事情如果真这么简单 干嘛要动用魅果啊 你怎么知道 两位姐姐 你们刚刚到底在说什么呀 你别听他胡说 他是来捣乱的 我可是姥姥派过来的 就是来看看你们的任务进展如何 今日要不是我御前线武出手 你呀早就死翘翘了 哼 我是看你不甘心我跟妹妹吃了魅果 等着来看我们旗号想抢弓吧 哼 虽然呢 你比我们多了几百年的功力 可是没有了魅果呢 就你也想抵替我们 哎呀 刚才御前献祭的时候呢 陛下可是连看都没有多看你一眼呢 是吗 那你吃了魅果 我也没看到陛下有多看你一眼呢 你 你干什么 你两位姐姐别吵了 呃 要不然我把这些都送给你们吧 哼 干嘛 都看着我呀 为什么 陛下只看上他